火锅底料作为重庆火锅的灵魂,不仅成就了火锅的麻辣鲜香,还炒出了新工种。 日前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调师职业下的新工种, 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, 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。 火锅料理师是指从事火锅锅底、酱料、蘸料的制作、菜肴预制、菜品切配, 并具备一定餐饮、经营、管理能力的人员。 火锅料理师这一新工种的出现,让行业协会、传承人、从业人员为之振奋。 这在中国火锅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 火锅料理师正是拿入国家的一个新的工种, 这一新职业工种的出现,让我们广大的火锅从业者为之振奋。 填补了我们火锅这么大一个产业,这么大一个就业群体, 没有一个职业工种的空白,让我们火锅人有了志气的身份证。 重庆火锅协会会长陈国华表示,火锅料理师成为新工种后, 预示着国家为火锅从业人员创建了一个由普通劳动者, 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的新通道, 将进一步推动火锅行业的快速发展。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,我们火锅门店已经接近50万家, 就业人口上千万人火锅料理师正是拿入国家的一个新的工作, 可以推动我们火锅高质量快速发展, 让我们重庆火锅真正走出重庆,走出国门,走向世界,飘香全球。 王斌是重庆一家火锅店的厨师长, 从业十多年来,他的职业工种却是空白, 刚得知火锅料理师被国家认定为新工种后, 他显得特别兴奋。 王斌表示,新工种的出现预示着今后会有这方面的职业资格考试, 目前他正在为考试做准备,争取早日拿到职业资格证书。 一些火锅行业经营管理者表示, 以前招聘人员需要面试、实操、培训,走很多程序, 花费太多成本,今后招聘只需看求职者 有没有火锅料理师职业资格证书。 如果求职者有这个职业资格证书, 就意味着他熟悉行业标准, 很快就能适应岗位的需求。 因为我们以前招聘是我们自己招聘的零基础的人员来, 我们要进行花很多的精力去培训。 现在有国家的料理师资格认证之后, 我们招过来的人员他有一定的基础, 然后我们只是招过来之后进行简单的培训, 把我们店里面的标准说给他听, 讲给他培训之后,他就可以上岗了。 重庆被称为中国火锅之都, 火锅全产业链规模已达千亿级, 未来火锅料理师的社会需求量十分巨大, 就业前景也十分广阔。